含射病对于病患者来说 生活也饱受影响 如果以误治疗也会出现共病 在生理方面 病人在心理和情绪方面都可以受到困扰 我们今天就看看如何打破这方面的恶性循环 含射病的患者皮肤会出现红疹 通常有些患者都会觉得痕痛不舒服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身体也会有很大影响 包括可能会有关切痛毛病 指甲变形 指甲变厚 指甲出现凹陷的情况 对于他们来说 生活也有很大影响 例如有些患者会担心 人家看到皮肤的患处 他们会用衣服去遮蓋 甚至天气很热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长衫长褲去遮蓋患处 虽然含射病是不属于一些传染性的毛病 但难免其他人都会有些奇异目光 含射病是可以打击到病者的自信心 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严重影响到病人的外观 如果自卑心出现了 加上病人收藏自己 是可以影响到病者的社交 如果患者的关节受到影响 长期痕氧 痛楚 都可以令到病者生活质素受到波及 而患者的病情是好是坏 患者亦会觉得过分无助和沮丧 含射病的患者会出现一些共病 包括是生理上的问题 例如含射病的关节炎 心血管的毛病 高血压糖尿等等问题 有部份的患者 更会情绪低落 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共病 大概有三分一的患者 更会出现抑鬱的状态 所以在这方面的患者 就是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饱受压力的时候 其实也会加剧皮肤的状况 含射病是会与情绪的问题 互相影响的 含射病管理得不好 外观 社交 自信心等等的问题 会令到情绪受到打击 而情绪不稳定 也会影响到失眠 瘀酒 吸烟这些问题 也会反过来影响含射病 情绪也有机会影响服药的医虫性 影响到癌射病的治疗效果 产生恶性循环 最重要就是管理好皮肤的状况 我们要跟医生的指示下用药 因为当皮肤的状态有改善的话 其实心情好些 皮肤的状态也会好些 在治疗方案方面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程度 决定用药的情况 例如轻微的患者 我们会用外溶药膏处理 一些中等至严重的患者 我们有三个治疗方案 包括照紫外线灯 口服免疫抑制剂 或者用生物抑制剂的治疗 生物抑制剂的治疗 而疗效会较显著 要打破惡性循环 首先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病 这个病是绝对不满传染的 病人也不需要觉得过分灰心无助 因为这个病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和新药可以有效控制病情 病人也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帮助自己 注重睡眠 不要淤酒 吸烟 愈有困扰 多些和亲友谈谈 而加入病友会 亦可以增加这方面的资讯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显旦 忘转自己 五一 小庆 请不吝点赞 到